Hello,大家好,我是Sylvia 然后之前很多人私心问我 说在美国华人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 然后今天就过来拍一下 我现在是在美国华人社区的主要街道编接 看看华人在美国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家华人超市 我们进去看一下 像这样在超市做收银 基本上是每个月2000美金的薪水 基本上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下班 每周要工作6天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超市的肉铺 然后看一下肉铺师傅 肉铺师傅们基本上是每个月2100的工资 但是在一些老外超市的话 他们是有小费的 所以加上小费的话 大概是能达到2500每个月的工资 鱼铺师傅的工资跟肉铺师傅的工资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华人社区餐馆 比较聚集的一条街 来看一下 在华人社区做餐馆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在这种外卖餐馆打工还是蛮辛苦的 每天差不多工作要10个小时以上 然后一个月的薪水大概也就是2000美金左右 这家店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四菜一汤 然后随便选四个菜的话是6块7毛5美金 我现在在网站上找到一些招聘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广告 是9毛9店招聘 然后是请周四到周六的属手收银 一天10到12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12块钱 12块钱一个小时的薪水 在全美的工资来看算是比较低的 因为现在美国有法律规定是15块钱 每个小时的是薪 所以12块钱每个小时每周上三天算下来 大概一个月是10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薪水 那么在美国租一个单间大概是八九百美金 所以说1000多美金是不够的 所以很多人会打多份工 所以华人在美国很多都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报酬会比较低 然后录了这期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记得大家给我点赞和关注哦 拜拜